没有了姚明和易建联 中国南南还是不是亚洲第一呢 过去的两场亚运淘汰赛中 15年老兵王志志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 因为他的关键封盖和三分 中国南南惊险战胜卡塔尔 本以为这已经是年过33岁王志志的极限 可在和伊朗南南的半决赛中 大致再一次成为了中国南南的救世主 中国南南挺进决赛 谁才是全队最应该感恩的人 几乎所有队员都会感谢他们的队友 感谢他们的老大哥王志志 据说全队还有个计划 如果夺冠会把所有的金牌都带在王志志胸前 从这两场比赛的表现看 王志志绝对配得上这一份最顶级的赞誉 四年前的多哈亚运决赛 中国南南就曾经和卡塔尔交手 当时比赛进行到第三节 卡塔尔南南奔奋力将比分差距迫近到四分 关键时刻王志志连得四分 将节奏重新拉回到南南手中 王志志一人拿下28分 那是他回归后第一次率队征战国际赛场 也是从纳基亚运开始 王志志才真正的王者归来 四年过去实力并不算强的卡塔尔南南 没了赌场优势 却仍在第四节最后时刻 打得中国南南手忙脚乱 此时中国南南需要一个英雄 而王志志就是这样的英雄 他在最后一分钟的三分命中 彻底打乱了卡塔尔南南的进攻节奏 就在对手再次发起反击的时候 还是王志志用一个漂亮的封盖 让卡塔尔南南错失了对此最关键的进攻 一攻一守之间 已经33次的王志志再次成为了球场上决队的主宰 和迎战卡塔尔不同 对阵伊朗的半决赛 南南一直都处于相对不利的局面中 到了第四节比赛中段 一度落后7分 关键时刻 主教练邓华德别无选择 只能再次派上王志志 于是接下来 王志志开始了他令人震惊的表现 内线灵活转身抹蓝得手 外线三分张手命中 随后一次进攻中 王志志再次命中三分 漂亮 王志志还有一分09秒的时候 又是一个三分球 短短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内 王志志一人独得八分 将中国南南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 最后20秒 双方比分打平 随后中国南南发起反击 王志鹏三分命中 中国队挺进决赛 王志志在今天关键的时刻 一个王志鹏 一个王志志 二王啊 从昔日的追风少年 到如今的追风大叔 王志志已经拼搏了整整15年 在他身上更多的是 历经沧桑后的成文老练 和一颗波澜不惊的平常心 今晚的南南决赛仍然是重头戏 中韩两强相争的格局将继续延续 此前女南决赛中 韩国队直到最后一刻 仍在拼命的打法 相信也同样会在南南身上得到体现 而连续经历了两场险胜的中国南南 是否能够如愿地战胜韩国 夺得冠军 我们期待中国南南更精彩的表现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唯柴动力 凤凰大视野